各位網友大家好 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原來移潔鑊,你不懂得洗的話 就很嚴重的 隨時弄到全家中毒更加感染症 即是吃得不安心 有人說我丟掉它 我馬上丟掉它 但又告訴你 原來有些廚具也很危險 這次不是致癌 是令到另一個問題衍生出來 吃到你瘋了 吃到人推化 究竟是什麼廚具又為什麼會弄成這樣呢? 一起跟大家研究研究分析分析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有沒有搞錯? 有人說這樣不是吧 要我們怎樣回到原始 用樹枝插著東西在柴火上燒嗎? 這樣也會生癌 你不要說燒焦了 那怎樣呢? 再退回遠古世紀 再退化 大家吃生肉 吃柯里 那再退化 那怎樣呢? 大家吃生果 也有機會吃死 所以你說怎麼搞呢? 去到哪個層景上 都有機會出事 所以其實很簡單 我覺得你對一些工具 煮食用具 你更加留心留意的話 可能保住你的命之餘 還要用得安心 這次就不是用容易結鑊 這一個呢 就告訴你 小心點 如果你家裡有這樣的東西 麻煩你給我砍掉它 因為弄到你腦退化了 嘩 不是吧 腦退化? 這麼嚴重? 我們一起和大家看看 究竟有什麼廚具 我們不適合留在家裡 以及一些工具的健康守則 原來 原來 人 有些醫生 在這裡說 其實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有很多不同的廚具 有鑄鐵 生鐵 不繡鋼 鋁 鋁當中 或者叫做不繡鋼 鋁合金 或者這些金屬物 然後再加一些 液結的塗層 上去 也有分 牙 也有 陶瓷 很多 我只說了 很多款 其實不止 但是 其實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 遇到很多不同的工具 有哪些比較容易 腦退化呢? 原來 是用鋁做的鍋 這個不是鋁鍋 不是寶倉天那個 真的用鋁做的鍋 不要誤會 真的用鋁鍋 煉石補蒼天 怎麼會弄到腦退化呢? 那個就是 鋁鍋 這個鋁鍋 跟另一個鋁鍋 沒有關係的 其實 原來 有一些加拿大教授 曾經 研究 腦退化症患者的大腦 可能離世了之後 他們就解剖 發現到 這一幫 患有鋁退化症的人士 他們的腦裡面 鋁的含量高於正常人 所以 他們就發表了 鋁原來是一個有害的元素 跟這個鋁退化症有關的 因為鋁的離子 在這個三氧化二氧的形式 存在 但是 後來 再檢測 再找一些 又是腦退化症的死者 腦的組織當中 鋁含量 沒有明顯升高 而講到 加拿大 醫學組織化症的樣本 曾經受到 鋁盒污移密 所以 究竟是否真的有關係 試過 有其他教授 有位台灣的教授 指出 他在實驗室 曾經用動物模式 無以人類 不小心吃了鋁 這些金屬 然後觀察一下 腦部發展的影響 當他直接餵食 高劑量的三氧化二氧化合物 一個月之後 在這個顯微鏡 觀察老鼠 那個大腦片跡 就說 發現大腦裡面的皮質細胞死亡 神經細胞組織萎縮 在一起 更加有 這個 澱粉蛋白的沉澱 好了 去到這個位置上面 咦 又好像有關鋁的 元素事 因為之前剛才說 可能那個樣本 受到外來的因素影響 所以有台灣教授 覺得這個 加拿大方面的檢測 好像不合標準 甚至乎不行 不能做一個樣本 他自己做 咦 又不是的 又真的有影響 更加 在這個老鼠行為 看到有明顯的失憶症 所以他初步評估 這個是有發腦退化症的其中一個主要元素 但是他說 要吃到一個人患有 脂海默症 即是腦退化症 是要攝取 要攝取高劑量的三氧化兒女 好了 說到份量 說到份量要有多少呢 就說 最少要吃十分之一的鋁鍋 這個 我免得以為吃了一個鋁鍋 鋁鍋才適合 才得到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也挺大塊的 但是 我在想一件事 你說要我鋁鍋 把整個鍋吞進去 我就不可能了 對吧 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一年 或者十年 會接觸到這些 鋁鍋的鍋 或者鋁的主食用具 它的機會有多高 而且日常生活當中 這些鍋會不會釋放一些 三氧化兒女 類似這些元素出來 導致我們吃了下肚 類似了下來 因為 其實我們經常說腦退化症 人 除非一種特殊的因素 很少 很少 在出生後 可能二三十歲 也有 通常 雖然現在年輕化 都要在五十幾 六十幾 七十幾 打後 才會出現 所以我就想 如果你說要吃十分之一的鍋 才可以影響到你的腦 如果這種物質 又可以影響到我們的腦 而持續影響到我們的腦 好像有人說 吃煙煙油 吃膽固醇 你不是馬上吃肥豬肉 就馬上會心臟病 塞住血管 是長年累積下來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可能真的 這十分之一的鍋 我分開三十年吃 我真的吃得下 可能去到這個位置 可能有影響 再看看 根據台灣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理處的資料 就說 當地市面上 有認證的鋁煲 都屬於正常 能夠融出這個鋁離子的機率 和數量相當之低 另外 有外國的研究指出 如果你拿鋁煲 去煮一些酸性的食材 而本身這個鋁煲 就會融出3至5毫克的鋁 用美國環保署規定 每公斤成年人每天 食取1毫克的限量 60公斤成年人每天 要食60毫克才會超飆 而且融出這個鋁 就不是剛才說的三氧化二鋁 所以基本上用這個鋁煲 不可能會導致患上這個鋁退化症 如果沒有關係的話 為什麼你們說到有機會是呢 我覺得奇怪 剛才說 除了 除了 鋁煲 這三氧化 可以直接影響到我們的頭 其實 我覺得另一件事 就是 台灣就說你的煲沒問題 全球世界各地 你怎麼知道哪個煲有問題 是吧 你說用酸性的 即他們說用酸性的食材 去煮 用鋁煲去煮 才會跌一點點 3至5毫克的鋁 這個 是否合乎你 如果說外國的研究標準 是否合乎 如果一個正常的煲 是合乎當地的規格 正常 不會洩漏那麼多 即是很低 如果用酸性的東西 都會跌這些東西出來 如果我用一些 可能很便宜的 甚至乎 但是 再有醫生 就是這樣說的 有另一位醫生 就說 其實 鋁的毒素 本身 的毒性很低 麵包 吃的糕點 胃藥 都有鋁 但是經過人體之後 就會去腎臟 蛤尿出來 正常人怎樣 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 如果腎本身有問題 你 就可能 沒有辦法排出這個 鋁的元素 當你累積太多 就會出現了 骨頭骨變 在腦中 就會出現了 腦退化 其實可能會 周身遊走 所以 去到這個位置 告訴大家 我自己 我自己 就這樣看 是 傳熱快 很薄很輕 大家都知道 鋁窗 其實如果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剛才這樣說 我們 這麼熱的環境 或者 可能 他真的不小心 吸入了一些 有些 這種 剛剛我們說的 三氧化二類的東西 我們身邊有很多 女的東西 原來影響到我們的頭 影響到我們的腦 我們真的 除了這個 鍋之外 有些物質 都可能要小心 小心 因為 隨時真的影響到我們的腦 腦退化症 這樣 我覺得 值得去研究 會不會是我們身邊日常生活當中 會不會是我們身邊日常生活當中 會有很多東西 舉例 可能是鑽鋁鐵 或者 可能它曬 質素很差 導致會釋放一些 在原浮上面 在空氣上面 原浮粒子 我們吸收到 這些 值得研究 好了 所以告訴大家 首先這隻鋁煲 你就不要用了 扔掉它 另外還有一些廚具 當然 你有洗腎的人士 你更加不要用這個鋁煲 你說我不洗腎 你可以用的 OK 好了 第二件事 什麼呢 這個 就是剛才我說的 中式鑊 那些生鐵鑊 生鐵鑊 又傳熱快 又耐熱又耐用 所以說中餐師傅 中柱都很喜歡用它 但是 其實 如果用這個生鐵鑊 如果你發現它生了瘦 你一定要除了瘦 才會用 如果不是 你就很容易 吃了之後 就會吃阿尼 甚至乎吃壞人 所以 你會用這個生鐵鑊 或者鑄鐵鍋 鑄鐵鍋 鑄鐵鍋 你懂得用就好了 不懂用的話 你不懂保養它 你就很麻煩了 所以這件事要留意 好了 接著 這件事 很多人現在 以前 我們家裡 現在都有人用的 以前 我記得 我們家裡 很多人會用的 橡牙筷子 後來 轉了用木筷子 但木筷子用得久 有人說髒 後來 轉了一些 類似塑膠的筷子 現在更加 有些韓風 有些人用不鏽鋼筷子 其實 除了剛才說的鐵 原來木製的東西 都是很危險的 這件事 真的要小心 原來木造的餐具 如果 發毛的話 尤其是針板 中國人用的針板 很重很實的的 圓形 如果我們處理不當發毛的話 很容易 又是會吃柯仁的 尤其是用完 可能切生物 切豬肉 有細菌上面 你又不用它 更加容易發毛 其實有醫生建議 用一些塑膠的針板 又耐用 又不會容易藏細菌 那些PP塑膠 又可以落熱 說到非常之好 但其實 我們怎樣可以令到 木針板 可以耐用一些 其實很簡單 你用完的東西 最重要是吹乾它 你亦放一些 不要有濕氣的地方 另外 有些人教你 用橄欖油和白醋 用2分橄欖油和白醋 用2分橄欖油和1分白醋 混合之後 用乾淨的布 擦在針板上 滋潤 可以令木質更容易 白醋 有殺菌的能力 沒有那麼臭 正所謂保養清潔 一次到位 有些人會用檸檬酸 檸檬汁 去擦一擦 所以告訴大家 如果家裡有這幾樣 發霉的東西 發霉的木工 生瘦的工工 和一些鋁的鍋 盡量可麵則麵 尤其是家裡 有腎臟的病人 更加不要用 扔掉它 所有這些不等於發霉的東西 不健康的東西 扔掉它 我經常說 有些錢你不要限 為什麼? 發霉了就行了 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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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洗都洗不掉 吃壞了 到時候你看醫生的錢 你更大 所以不要因小失大 好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講 拜拜